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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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 几次欲言又止 杨振明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美国科学家帮着造的 是不是真的 邓甲仙回答说 我去证实一下 后来 邓甲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写信给杨振宁回答了他的提问 珍宁 关于你要打听的事 我已向组织上了解 韩春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 我特地写这封信告诉你 这次在北京见到你 时间虽然不长 但每天晚上回来后 心情总是不很平静 从小在一起 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 这次送你走后 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 和你见面几次 心里总是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 细想起来 心里总是有 有形千里心担忧的感觉 因此 心里总是盼望着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同度 杨振宁同邓家仙从小一起长大 就读的都是西南年党 两个人赴美留学主攻的同是理论物理专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插开了 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设想 明镇事件 邓家仙回到祖国 为研制原子弹 隐姓埋名 2002年 美国解密的41份绝密文件清楚地表明 美国政府曾多次企图对中国发动核突袭 朝鲜战争期间 美国曾一度将装有原子弹的导弹 运至日本冲生岛 准备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 面对美国的核论战 1955年 新中国正式启动 研制核武器计划 邓家仙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担任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 一天 夜深了 邓家仙躺在床上辗转难免 她跟妻子许露西说 我要调动工作了 妻子问她调到哪儿去 她说 不能说 问她干什么 她说 不能说 她只是说了一句 就是为她死也值得 邓家仙躺带领了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 经历九次演算 确定了研制原子弹最为关键的核爆参数 这个就是复原的我们当时办公室的一个场景 当时呢 咱们是没有计算机 都是通过算盘计算尺这些原始工具进行计算的 我们的科学家就是用这些个简录的工具 把我们计算成为一个世界的强务 太不容易了 科学家们一日三半 每算一次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算九次 要花费九个月的时间 邓家仙着急的说 唉 一个太阳不够用啊 整整经历了三年的艰难探索 邓家仙带领科研人员 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 1963年 邓家仙和他的小组转战青海 二二一级地 这里海拔三千二百多米 自然环境恶劣 当时又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 他们勒紧裤腰带 靠着酱油汤就范的艰苦奋斗精神 在青海金银滩二二一基地 进行了暴风实验 一九六四年 十月十六日下午三点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两一 请报 随着一声东方巨响 新疆罗布泊的上空 升起了魔鬼 这一声隔壁惊铭 让中国摆脱了何大棒的威胁 所有的炎黄子孙 从此都停止了要干 当全世界都在为这声巨响震惊的时候 邓家仙早已率领团队 开始了清淡的理论设计 他和周光照 黄祖恰 于敏等人 多路探索 最终于敏团队率先牵住了清淡设计的牛鼻子 形成了完善的理论方案 最终 在1967年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清淡 爆炸成功 邓家仙一生参与过32次核实验 他经常不顾个人安慰亲临实验现场 过度的劳累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1985年 邓家仙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的363天 他动了三次手术 我今天第一次打了化疗 打完之后挺不舒服的 指痛针 从每天一针 发展到每小时一针 邓家仙忍着剧痛和同事渔民等人 完成了加快我国核实验进程的建议书 并抱情中央图密 1986年7月29日 邓家仙忍着剧痛和同事渔民等人 刘家仙忍着剧痛和同事渔民等人 把我们拉得太远 一不为明 二不为力 但我们的工作 要本世界先进水平 1996年7月29日 在邓家仙逝世十周年的这一天 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最后一次核实验 当天中国政府正中宣布 自1996年7月30日起 中国开始暂停核实验 中国终于和其他核大国一样 跨过了原子弹 氢弹 中子弹 核武器小型化等阶段 进入了禁核实条件下的研究 中子弹 1986年6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